大家好 养护黑法师很多花友都喜欢 冒更多的侧头 这样看起来更加具有观赏性 我这一盆黑法师没有给它砍头 现在这个侧头长了一圈 非常多已经撑得上爆满头了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不用砍头不打药 简单喷一喷 首先我们要在黑法师生长季节 用HB101天涯活力素 一滴兑500毫升的水 每隔五天我们就要给黑法师的顶端生长点 给它喷洒 喷洒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喷洒均匀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HB101天涯活力素可以增强 黑法师的生长点细胞活力 促进它萌发更多的侧头 提高它的生长活性 同时还能提高它的抵抗性 让这个黑法师爆了头更大 第二个 养分一定要足 养分足了 后期冒出来的侧头才会大多 很多花友栽培黑法师 都是用一些颗粒土或者是杀制土 这种土养的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们最好是在土养里面埋上一些发酵 所好的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主要是含有丰富的腐质质和有机质 能使杀制土养保水保肥能力变强 让土养形成更好的团列结构 让这个黑法师的根系长得更好 更加旺盛 后期冒出来的头才会多 好了 喜欢黑法师的花友们 要想他冒满头 不打药 不砍头 喷一喷 好 再见